吴尼娜 蜜蜜さん 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2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今天一开始带你来关心 客家委员会副主委周江杰23号呢 是前往了花莲县的瑞瀉香 寿崩香以及花莲市 来会看图书馆营运的情形 那么副主委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乡镇市 共同来加入客装文化发电机的计划 以软硬体整体思维优化图书馆营运的服务 要让乡亲跟客家庄的孩子 有更多参与以及使用的机会 成为客庄生活的中心 文化生根的重心 副主委指出这次主要是希望 借由委员专业的协助地方图书馆 发现营运的问题并提出改善建议 在软体硬体的优化过程中 也融入推广客语及客家文化的活动空间 近期客委会会针对乡镇市公所 的这个图书馆 我们会有一个专案 在客庄生活营造计划里头 针对图书馆的文化发电机的专案 针对文化发电机 我们其实期待看到的事情 是乡镇市里的图书馆 能够作为地方上面客家文化 一个文化的发任的开端 那我们希望这个空间 能够让更多的长辈以及小朋友 都有机会能够来到我们图书馆 那我们也除了硬体的建设之外 我们也会和各个乡镇市里的图书馆 针对这个软体书籍的部分 我们也会有这个客家的专区跟书籍 能够推荐给乡镇市里的图书馆 针对在重点发展区域内的这个客家文化 能够有一个传承 有一个让长辈跟小朋友 有一个传承的空间 所以我们希望在文化发电机的专案里头 让乡镇市里各个乡镇市都有机会来提案 希望透过图书馆成为客庄聚落 最基础的文化基地 客家委员会近年来推动 文化发电机的政策主轴 就是希望期待透过空间美学 以软一体的更新 翻转成符合现代机能的乡镇图书馆 先议员张美惠更是期盼 未来图书馆在各族群的书籍呈现上的数量 能够补足文化的知识内容 我们希望城市是有文化的 所以在各个公立的图书馆的资源建制上 那我过去其实在县议会也不断的提出 在这个书籍的补充强化 那其实配合中央的政策 也有分别针对不同的族群 像今天就是针对客家的族群 所贯注所挹注的一些相关的资源 那这个部分就是说客家 还有其他的族群 我们在文化在书籍的这个可能采购或增列的这一项工作上 在城乡的一个差异性或乡村比较不足的部分 我认为其实我们可以来强化 那我如果当选立法委员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连结我们地方在地的议员 那我们一起除了透过盘点 那也可以针对花莲的人口的特性 像各个族群的不同的差异性 我们会建议工部门 像中央除了客委会 其实文化部教育部 在图书资源的挹注上 应该都要兼顾到花莲在地的 我们要因地制宜的先盘点 然后再来各个补充 收封相地图书馆在民国75年筹备新建 已有37年的历史 乡公所在座谈中 也提出了相关设备及建筑的改善计划 期盼能够成为客家乡亲的客厅 让民众喜欢去 让客宇与文化推广在地方持续发声 才能够进一步成为客家文艺复兴的基地 记者凌桀 收封箱 采访报道